这个囚犯真嚣张 被预警扣押时 对着铁栏外的记者大喊 谁能把我救出去 立马给一亿美金 男人狂妄的语言 被各大电视台争相报道 一亿美金可不是小数目 看到新闻的黑帮 还有社会各界人士 甚至监狱的囚犯 都在盘算着 自己能不能出手相救 拿到一亿美金 男人啊 可不是说着玩的 他外号叫毒蛇 是个走私毒品的大佬 垄断毒市场的份额 达到70%以上 身价几十亿美金 一个亿对他来说 简直就是毛毛鱼 作为十几个国家的通缉药犯 毒蛇要被单独移送这 看守最高等级的沙漠监狱 押送他的大巴车 正走着 被警方拦下 警察上肩盘查 没想到刚上来 就把司机和御警干掉了 好家伙 第一个想赚一个亿的 竟然是一对警察 他去走腰间的钥匙 给毒蛇解开手铐 带走了他 看见毒蛇成功出来 负责掩护的同伴 继续冲锋枪 对周围警的扫射 但特警呢 就在附近 收到消息 马上赶来 开枪结果了一个 毒蛇在警察的掩护下 开上警车 一脚油门往后退 警察还没来得及上车 就被打中了 当场隐恨西北 这图个啥 一毛钱都没拿到 毒蛇单枪平满 没能逃过特警的包围 被当场拿下 然而这只是个开吃 看来 明目张胆的运输 太危险 警察决定采用空中押韵 所有人在楼顶 严阵一带 等待直升机降落 可就在不远处 有人涌望远近 严密监视直升机的动向 组装好狙击枪 掏出品有穿甲弹 直升机正在降落 马上到达降落点 远处的狙击手 已经瞄准 打射 直升机被打中 喷射出黑烟 毒蛇却笑了 仿佛是一牢中的事 狙击手又打一枪 直升机又引擎中弹 失去了动力 楼顶的警察按着毒蛇 及时趴下才躲过一截 直升机坠向地面 落地的一瞬间 直升机发生爆炸 大厦的剥裂 全部被震碎 直升机也断成两半 人们吓得四处逃窜 警察反应迅速 站起来把毒蛇带走 没想到这一个夜 会给警察者这么大麻烦 他们重新制定了计划 派特种兵前来增援 四辆摩托车开到 二十辆警车组成了车队 浩浩荡荡行驶在路上 空中还有直升机 保驾护航 路两边围满了人 还有美女高喊 要嫁给毒蛇 甚至撩开衣服 想让毒蛇看清楚身材 警察拦截着其他百姓 保证押运的警车 顺利通过 车队来到一个路口 被一个收垃圾的老人 拦住了去路 警察嘟诉他赶紧离开 忽然 那人扔开退车 抛出中风枪 对着警车逃着 他兴奋地高喊 一亿美金 我来啦 同一时刻 前方的警车被撞击 形成了包围圈 从车上下来 无数的黑帮成员 个个都有必胜的决心 向一亿美金 发起了冲击 他们从二楼 扔下烟雾弹 给地面的通火掩护 通火不断向前冲 警察被烟雾这档事件 不能及时反击 黑帮的成员 乘胜追击 居然掏出了 RPG火箭炮 对着警车进入一番 一辆警车瞬间爆炸 为了一个夜 简直太疯狂了 警察被打得 没有反抗的余地 几人终于靠近押运车 打开车门才发现 里面坐着的 居然是个假人 警察走上来 他们只好归地 举手投降 此时呢 真正的毒蛇 正在特警小队的押运下 走在地下通道里 不得不说 警察这招 明修战斗 暗度陈仓 玩得实在是溜 这个特警小队可不一般 堪称美国最强战队 就连训练方式 也非常独特 居然用橘子枪 打扑克 五人爬在地上 用橘子枪瞄准 三千米外的扑克 依次开枪 这个距离 稍微偏差一个头发丝 都会打不到扑克 阿克 毕竟有三张红桃A 再打中一个 就要赢了 此时 六开枪 打了一个黑桃石 看来不太行啊 阿克呢 提醒队长光头枪 那可是通话顺的 黑桃 六七八九十 名价警出炉 可惜阿克输了 但阿克呢 是突击手 突击最强 他们两人一组比赛 用大枪 先远距离射击 跑到中间 一个前滚翻 改换小枪 最后只移动射击 根据人像上的受伤部位 计算得分 打中要害居多的 继位赢家 有个男子 拿到了冠军 冠军狂的不行 光头枪表示 你敢跟阿克比自己下吗 冠军非常不屑一顾 别闹了 阿克这半年 都在看守枪械式 适合打杂的吧 想跟我比 光头枪让阿克 和冠军PK一把 踏出两百 赌阿克赢 哨证讲解 比平正式开始 两人同时出发 打枪蹲下血机 争吊枪 跑几步 打个滚 掏出小枪射击目标 换子弹 然后移动中开枪 两人同时到达 就看打中的部位了 冠军是 一枪打中眼睛 一枪打中心脏 但有一颗子弹 擦着头发过去了 只命中两颗 而阿克一枪心脏 两枪投 阿克赢了 光头枪高兴的 扭屁股跳舞 冠军吃了鞭 阿克却很淡定 特警小队奉命 接受亚运毒蛇的任务 毒蛇剑硬着来不行 决定贿赂特警 车上有三名亚运队员 他承诺只要放他走 奖金翻倍 每人6600万美元 阿克开玩笑的表示 我可不收支票 没想到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开车的特警突然停车 把枪对准阿克 看来他选择收下 6600万美元 阿克让他冷静一点 就在这时 特警阿凡也选择叛变 让阿克举起手 前方开路的光头墙 看到身后的车 没有跟来 询问特警出了什么事 听到对讲机里 混乱的声音 光头墙判断出事了 果断掉头 阿凡和特警控制了阿克 带子读者进了地铁站 顺利进入地铁 这里有阿凡的同伙 早已控制住地铁司机 等阿克和光头墙下来 地铁已经开动 阿凡得意地 对折子的前队友 说了一个国际友好手势 然后潇洒离去 光头墙 马上汇报总部 在地铁的下一个站口 进行拦截 冰岛作出部署 派大笔的警力前往 果然发现了地铁 可车上呢 只有惊魂未定的乘客 都车早已不见踪影 司机告诉他们 都车沿着下旅道逃走了 机人赶紧去上去 阿克循着地上的脚印 锁定了淘宝方向 随着越来越深入 小队和总部失去了联系 阿凡很清楚 前队友的作战能力 决定制造陷阱 又扔了一个烟雾弹 阿克一行人 很快追了上来 幸好阿克眼疾手快 及时发现地上影线 这才躲过一劫 原来阿凡在这里 买了一个散爆地雷 一旦爆炸 虽然有人将死于非命 阿凡呢 迟迟没有听到动静 地铁道子的陷阱 被识破了 马上加快脚步 带着毒车 从下坠到另一端逃走 临走前 把大门牢牢锁住 开始车赶紧跑 与此同时 总部收到消息 机场的信号灯 频繁地闪烁 领导推断 毒车要坐着飞机逃走 马上派警员赶往机场 阿克他们追上来 发现被锁的大门 子弹都打不坏锁子 就把散爆地雷搬过来 轰顶一声 炸开了大门 终于和总部取得联系 也朝机场赶去 途中 特警发现 不对劲啊 飞机正在下降高度 推测飞机 要在大桥上强行降落 果然 阿凡带着毒车 来到大桥 机场也是狠人 在宽度只有30米的大桥上 硬要把飞机降下来 可大桥长度不够 机场蒙拆刹车车 报警灯响个不停 眼看就要撞上人 就在距离毒车2米处 飞机有惊无险 终于停了下来 神乎奇迹的操作 让毒蛇不由的拍手叫好 你们牛啊 众人拖动飞机掉头 阿凡一把路下乘客 还准备了人质 就在他们准备起飞的时候 阿克他们赶来冲破房间 只冲飞机失去 阿凡呢 早有准备 按下手机 两辆车当场爆炸 飞机上 阿凡把自己的银行账号 一给毒蛇 坐等一美金进账 可他高兴太早了 刚才的爆炸 并没有拦住阿克他们 特警对着飞机 疯狂开枪 见情况不妙 阿凡让机长赶紧起飞 可飞机速度不够 刚起飞一点 马上又落下来 光头墙开车 猛闯飞机的起落架 飞机失控 侧身滑行数十米 终于停下来 眼见到手的一美金飞了 他们奋力反抗 双方展开激烈的交火 打得难舍难分 阿凡呢 趁机劫持人质 来到桥边 一眨眼就逃走了 毒蛇呢 就没这么幸运了 被光墙按在地上 叛乱的特警 此时醒悟 被罪自杀了 阿克顺着绳子 追击阿凡 跳下去才发现 这地下是火车轨道 他顺着地上脚印 找到了阿凡 一铁棍半倒他 昔日的队友 现在为了一美金 大打出手 两人在轨道上 打得难舍难分 眼看火车叫我过来了 阿凡一脚踹走阿克 逃过一劫 随后两个人 继续扭打在一起 打得五五开 阿克一记圈风脚 阿凡没能躲过 被行驶的火车 撵了上去 直接领了盒饭 毒蛇终究被送进了 荒漠监狱 等待他的将是无期徒刑 一亿美金 可以让很多人疯狂 但这也不是万能的 邪恶永远不会战争正业 本篇玩 本篇叫 反恐的警队 本期问题 如果给你赢个业 你的第一笔钱 会怎么花呢 捐一部分款的 扣三个一 买豪宅豪车的扣三个二 先找个对象的扣三个三 其他想法 大家可以打字 发到不论区哦 伯乐要有1亿美金 放银行吃利息 可以天天都给 铁粉们发钱了 本篇好看 之前去管原片 好了 本期内容交着了 记得给伯乐点赞 还有关注个订阅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